慢点,小朋友,慢点 坐在这儿休息一下 安琪,你回去吧,你不用管我 你喝这么多酒,怎么放弃你一个人在这里 没事,你走吧,我想一个人进去 我送你回去,走吧,一个人在这里不安全 我不想回去 我回去会想小月 没有她在我身边,我很难受 你知道吗,我很想她 只要她能现在回到我身边 让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愿意 既然你这么想她,这么爱她 那你那天为什么还要跟她说那么狠的话 安琪,你知道吗 我说那些话,我是不想让小月受到伤害 我知道小月很想帮我 这些我心里都明白 但社会很复杂 而且人心驳斥 我不想她受到伤害 不想她身上唯有的那种朴实 善良被改变 可是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会越走越远呢 我知道你很爱她 但是现在你要振作起来 你现在这个样子拿什么给她幸福 拿什么去爱她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心情做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就要小月 我就想见她 我不能没有她 既然你这么想见她 我现在就带你回去 你给她解释清楚 真的吗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不管结果如何 不管她愿不愿意原谅你 愿不愿意跟你回来 但是你必须要保证 你回来之后 全身振作起来 把你手上工作处理好 安琪 只要你带我去见她 什么事情我都答应你 行 让我做什么都行 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她 走吧 走 安琪 安琪 我谢谢你安琪 没事 安琪 辛苦你了 谢谢你 没事 他们应该还没睡醒吧 现在还早 天天刚亮 等一会儿把这奶奶提出来 我们再上去 对了 小风哥 嗯 你答应我的事情 你可不要忘记 我答应你什么事情啊 你答应我 不管结果怎么样 你跟我回去之后 都要振作起来 把工作做好 行 行 你先上吃饭 休息一下吧 在外面这聊 对吧 他们是行吧 行行 安琪 你奶奶应该起床了 应该是行了 奶奶 小月呢 小月没开家呀 你让我见见他吧 我也不当家呀孩子 奶奶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见见他吧 奶奶你起来吧 请你走吧 那我也不当家 一直以来就是 你和爷爷 你们两个都很支持 我们两个 你就让他出来见见我吧 你回去也回去吧 我真的不当家 你给他啥事啊 回屋吧 小哥你起来 你的二戏要有黄金 你怎么现在因为一个女人 你在这里跪 阿姨 你走吧 小爷不会见你 小爷出去打工去 不会见就小爷见你的 让我见他一面 我们两个把我说清楚行吧 不让见你走吧 当时小爷给小长人 人家订回来都订好好的 人家家有吃又放啥都有 你来查一干 你来查一干 你盆着 你成了有吃又放 有公司 现在呢 吃也没吧 公司也没吧 下不买饭吧 是不是 如果这些话 是小爷亲口跟我说的 我无话可说 我认 你能不能让小爷出来亲口跟我说 不会见你了 滚 不要我说 以后再别人家来了 阿姨 你有啥自个儿见小爷 你有啥脸见小爷 阿姨 小峰总我们现在回去 牛长我见了一面小爷 我不回去 走 我不回去阿姨 走 你牛长我见了一下阿姨 走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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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